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角度跟你分享 第一 因为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我有想过 我做得到吗 其实是没有啦 坦白说 可是现在 我做到了 过了五六个月我都做到了 那我在想 为什么我做得到呢 顺便跟你分享一下 那这是我的三个阶段的成长 第一个阶段 我之所以做得到是因为 尝试的阶段 去年7月29号 我尝试的做了第一个视频 两分多钟 哦好紧张 现在回看起来也觉得很恶心 可是毕竟是有一个开始 跨出了第一步 为什么我敢跨出第一步 因为我知道 这是迟早的事情 三个字啦 有勇气 真的需要有勇气 去跨出这一步 所以跨出了第一步 这是第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 就是实验阶段 就开始去做实验嘛 跨出第一步 然后我就实验说 好那我要做视频 那要多久推出 视频呢 多久更新呢 那时候每个礼拜三集嘛 一三五就推出 那个栏目叫做 让世界看见你 做的时间 我做了几集呢 大概八十一集啦 是八十一集 时间我一直在做实验 大概从两分钟 到二十分钟都有 地点呢 我也一直在尝试 比如说在户内啦 在户外啦 都在做一些尝试 我觉得很好啊 很好很好 是第二个阶段 是实验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稳定的阶段 就比如说 时间我是从两分钟 到二十分钟 那个是让世界看见你 然后我又推出 另外一个栏目 叫做发生两分钟 就两分钟以内完成 两分钟以内完成 那个做了一百二十五集 那现在是做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我大概定位 大概在时间 大概在五分钟左右 或以上下 就这样子 你稳定啦 地点在哪里 车子 为什么 非常方便 只要我一上车 把这个手机一加上去 就可以了 所以我做到了 每天可以做到 会有压力吗 多少 不会太大负担 所以我做到 为什么我要每天更新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同行不想做 我是指马来西亚的同行 是在马来西亚有很多讲师 他们也许还不认为 面对镜头向世界发声 发出声音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而言 这很重要 是为什么呢 因为线下我讲课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 可是线上面对这个视频的时候 只要我这样子发生 你在哪里 你都可能看到 而且随时随地可以看 而且这个边际成本很低 做了一次 以后还一直可以在网上 流传嘛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它的价值可以比较长久 所以同行为什么不去做 因为也许他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机会 难得服务 对象的机会 也许他可能太忙了 也许他做不到 也很难说 我是指马来西亚的讲师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还不多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讲师 我也建议你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子做的话 对你的未来 是一项很重要的投资 为什么我每天推出新视频 第一我做得到 第二同行不想做 第三提供你三个字 我在乎 我在乎什么 我在乎进步 我觉得进步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 特别是我的行业 如果我不能进步的话 那对别人的生活是一种耽误 对学习是一种耽误 所以有某些程度 就是我的进步 也是为了 让跟随我的人 来聆听我演说的人 能够一起进步 能够大家一起进步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再来我在乎什么呢 我在乎习惯 为什么习惯那么重要 因为知道是一回事 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持续的做 更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事情 他都是要持续的做 就是要有累积的效应 一个大石头 我们拿铁锤榔头 把它打 敲打 敲打了第101次 这个石头才裂开 请问一下 让这个大石头裂开 是第101次 还是前面100次 积累的加种 打很明显 都是前面积累的加种 一直不断不断的 积累的效应 到最后第101次 这个石头才裂开 所以人生要得到 要达成的一些目标 跟梦想 都是需要积累的 透过进步 透过习惯 来积累 是我在乎进步 我在乎习惯 再来就是我在乎记录 因为这些记录 能够让我看到 过去的成功经验 让我更有信心的 面对未知 未来 不确定性 你有没有一些成功经验的记录啊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可以开始做视频 开始累积 这些记录 然后自己长出力量来 看着记录 自己就有力量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今天跟你分享 为何我要每天推出新视频 三个原因 三个 这三个就是 第一个 我做得到 第二 同行不想做 第三 我在乎 你呢 你有开始面对镜头说话 推出你个人的视频吗 如果还没有 建议你 从前开始吧 不要一直在看 一直在等 只要有开始 就有无限的延伸 只要有开始 就有无限的延伸 换句话说 跨出第一步以后 我们自然而然会有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如果你在乎 这件事情 希望看到你的视频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